剧中全如如就是高配版牛奇 这是宁蒙第一次见全如如的印象 全如如虽然没有什么文化 却非常会红人 在何月兰面前轻声细语 并且告诉何月兰 他不需要任何名分 只需要陪在何月兰身边就足够了 接下来全如如的一个动作 成功俘获了何月兰的心 全如如做了一桌海鲜 何月兰习惯性去为对方剥虾 全如如按住何月兰的手 对何月兰说 这些事情应该我来做 你已经很辛苦了 何月兰从未在牛奇嘴里听见过这一句话 何月兰总会把饭做好送到牛奇面前 而牛奇也从未主动帮他剥过虾 何月兰很久没有享受过被人敬仰的感觉了 牛奇的自傲让他渐渐失去了对待这份感情的耐心 全如如告诉何月兰怀孕了 何月兰立即向牛奇提出了分手 扭头给全如如买了一套别墅 牛奇跟着何月兰这么多年 如今还住在出租屋里 不得不说 何月兰的凉薄伤害了牛奇 全如如的出现 异补了何月兰在上一段感情中的伤害 尤其与何月兰分手后 选择了跳崖自尽 其实并非尤其不想生孩子 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尤其怀孕过 因为年纪太小 何月兰让尤其流产 导致尤其终生不育 全如如也并非喜欢何月兰 只是敌对公司送过来的一枚棋子 而全如如肚子里的孩子 是何月兰公司李米律师的 到头来 何月兰一如所有 还因为私下吃回扣被判刑 当他得知真相后 为时已晚 别墅白买了 一手牌打得稀烂 尤其的无理取闹 是建立在对何月兰充分信任的基础上 他才会肆意在何月兰面前展现孩子气 何月兰和尤其都对情侣 以悲剧收场 让人心痛不已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